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Norman 大家好 那另外我们一位来宾是陈冲敏 嘉飞猫 欢迎嘉飞猫 哈喽 志冲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横点车业的负责人 现在还要再给你一个头衔 加州赛车学校亚太华语区的总招 大家如果看MotoGP的话 可以看到嘉飞猫永远都是最精彩的车评 MotoGP的专业车评 今天请到两位来分享一下 我们来分享一下 当然分享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时间点追溯到之前 好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时间点 就是在1979年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对于喜欢骑重车的朋友来讲 这个Norman 我们两个算是同一个时代 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是一件很刻骨铭心的时代 民国68年 那时候其实就是一刀两割 实际上就是非常的追星之痛 从那时候开始其实就不能够生产进口了 所以其实对于玩重车的人来讲 是一个蛮痛苦的一个时间点 没错 大家已经忍受到2002年 因为WDTO的关系 所以政府开始不得不开放 所以那时候开始开放 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件很高兴的时期 但是已经憋了22年 憋了22年 对 其实就加飞猫来讲 我看你在旁边一直点头 你不会有感同身受吗 应该是不会 因为我1982年生 那到我18岁可以骑着 已经准备要开放了 但是我们今天先来听听看老前辈 大家来聊一聊 好 达木初他们是怎么样玩车 在那个背景时代到底怎么玩车能弄 就是玩无牌车 无牌车居多 对 因为那时候大型重型机车 基本上就刚刚郑哥哥讲 1979年之后已经是一到两段 所以其实我们能够玩的车期都无牌 那基本上也有牌的也是之前的有牌车 对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玩那个阶段 不过我知道大概在那个时间 我这个时间里讲讲 人家也知道你的年纪 没关系 大概在那个时段的时候 你大概大学 大学那个时代 对 大家正好想换车了 小车不能满足你了 想拥有一台重型机车的 是 那时候背景心里真的是很无准 那时候很无准 那时候我们其实都是骑小型摩托车 像骑国产的大胆车 一直想要在进阶玩大型重机车 所以这些学生们他们就聚集在一起 他觉得团结力量大 在成大就有这么样的一个机研社 对不对 可以提供给大家喜欢重机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做研讨 大家一起出去起乘这个重机的一个机会 嘉飞猫听过这个社团吗 有 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在找很多摩托车的资讯 都要从成大机研VBS站 或者这些机研社来找资讯 所以新火相传一路这样走过来 成大有这么一个机研社 大家喜欢研究重机 喜欢玩重机 那当然我们今天也请到了 Norman帮我们请到了他的学长 他的同学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在重机被禁的那个年代 大家到底是怎么玩车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从1979年到2002年 有将近23年的时间 政府对于重机所采取的措施 是禁止的一个措施 在这23年的禁止时间 到底这些喜好重车的朋友 他们是怎么样的来玩重车的 走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当初他们玩重车的一个态度 非常高兴今天为大家请到了 成大机研社的创始社员 林一路来这边跟大家来谈谈 在那个年代他们怎么玩重车 一路你当初在玩重车的时代 应该是大概民国几年的时候 早期接触到重车 然后就一些朋友在玩 然后等到我自己有能力 我77年我买了第一辆 我自己的重型机车 算是1988年 是什么车型 YAMAHA TZR250 骑了一年之后觉得说 不能满足你了 应该是说我比较喜欢 这种并列四缸的那种声音 所以我就是升级 换了一辆FZ750 即便是你这样子不断地换车 我们经常讲 它毕竟就是一个五排车 那个年代到底玩五排车 你们都怎么玩的 通常有三种方式 因为在禁止之前 还是有一些车子存在 那些车子可能已经都不行了 那有钱的人可以买他的车牌 接到这个车子上面 那警察看到反正也是一样 同行车 警察不会懂这么多 他警察这个牌是不是合法的 那像比较没有钱的话 就是会有些比较担心说 出去可能我没挂个牌的话 会担心说警察就很注意 那就是会挂一个什么 随便一个125的牌子就上去 这样骑 早期这个重车跟我们所谓的 一般重型机车的牌照是长得一样的 对 以前没有分 以前就分50cc跟50以上 就是全部都一样了 那再来就是不挂牌了 那还有一种最后就是 像我们以前早期我们也有贴了车牌 但是后来有遇过警察说 你干脆就不要挂牌 因为这样子有可能 伪造文书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叫我们干脆就不要挂牌 警察还是会抓了 对不对 但是就少了一个 所谓的伪造文书罪了 对不对 当然现在开放了 你也拥有自己的新车了 那实际上你也会往那个时代 去找你之前 可能你没有拥有过它的车子 对 像这辆FZ-X750 它的别名又叫做小魔鬼 从1985年出来 一气缸是五个气门的 五个气门 对 这是YAMAHA的一个特殊技术 是 是 是 不过你讲说小魔小魔 为什么叫小魔 因为以前在它出来 1985年之前还有出了 YAMAHA有出了一辆VMAX 它的外号叫做大魔鬼 那因为它们车型 其实上车型上有点像 但是它是缩小版的 所以在车友界就昵称 叫小魔鬼 叫小魔鬼 它虽然是750的 但是车子有到208公斤 那在我们以前车友界 叫它大野狼 大野狼 也对 骑起来就像野狼一样 操控自如 其实日本人 他们对人体工学也很讲究 对 所以我们在骑乘这辆车的时候 那个姿势是很舒服 一路当初你为什么会想 拥有这样子一台车 我一直很钟爱这一颗引擎 它又省油又有力 这颗引擎的话 它特殊的地方是在于说 它的气流是由上往下 由上往下 我们油箱是在这一个位置 对 这上面其实是假的 是假的 对 它这边是一个空气力进气 对 然后它气流是由上往下的 所以它这样进气的方式的话 在当初也是一个特殊的设计 那有没有什么对于它性能体现上面 很好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进气就比较容易 可是相对它调教上会比较困难 之所以叫小魔 其实跟它这个 在这个地方两边这样的造型是有关系的 它这个造型就是 我们那辆VMAX大魔鬼的话 它这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气口 这个是因为它做这个样子很像 它的那个进气的那个系 它反正纯粹是造型 然后另外就跟我的引擎基建 稍微做个格局 是 好 Noman 这个是你学长 是 林毅露58年次 是 它是陈大基颜社的创始社员之一 我们刚刚看它介绍的 它曾经当初的一个 它想收藏的车子 它现在也完成它的梦想 对 这台小魔 那其实小魔本身其实它很有历史 它是从大魔衍生过来的 那大魔的部分 其实它当时有一个叫陆地加速王 陆地加速 比美战斗机的加速 0到100的加速只要2.8秒 非常地惊人 以现在2016年的 例如说超跑来看 超跑的跑车要能够 例如说几近2.8秒 其实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加速 所以有了大魔的加持 即便是这个外形比它类似 所以说它也加分了不少 对 没错 嘉贝对这个车子了解吗 其实在当初 天空模型都有出 所以小时候都有组装 你小时候还不能骑这种车的时候 你都是玩模型来玩的 是 暴露我们的运气 Norman哥 他们那个年纪已经够大了 可以骑了 五年级生看完之后 我们来看看六年级生 应该跟你比较接近 差不多 我们来看看六年级生 他是怎么样来玩车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请到了 Single大魔王 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在那个重机被禁止的时代 他们是怎么玩车的 Single好 大家好 我是Single Single Single 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代 你大概是大学的时代是不是 对 就是我那时候 因为我是台北人嘛 那时候就是去城大念书 去南部念书 那时候就买一台苏克达 因为北部人都骑苏克达 北部都骑苏克达 对 那到了南部之后发现 南部大家好像都骑挡车 都没有人骑苏克达 出去玩的时候就很痛苦 因为去跟学长们就是骑车的时候 因为他们挡车比较快嘛 每次去玩都会落队 我就觉得一定要买台重机 才可以跟大家骑在一起 所以那个时代 你的第一台重车是什么 那时候是那个 HONDA的VFR400R VFR400R 1989年 1989年 我想那个时候又有一台重车 不简单 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看车况 家庭环境不错 其实是打工比较辛苦 不过在那个年代 我们讲喔 那个已经被 台照已经被禁止了 大家都是无牌 在骑这样所谓的重车 在那个时候 有没有特别的一些经验 那其实骑重车 因为我们就早起被禁止 其实慢慢开始有人玩重车 那越来越多 那到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其实人已经比较多一点了 那所以衍生而来 就是所谓的失窃问题 那时候我们常说 就是黑白两道都要防 因为那时候是 就是无牌车的年代嘛 那提红灯的时候 比如说可能就是 那个有 比如说有一些人 他在后面去 关你的钥匙 然后把抢你的车 叫你下车 把车抢走 真的有这样子啊 真的是有这样子 那我自己是没有遇到 那但是或者是说 比如说今天警察说 你觉得你是重车没有牌 那你就 你的东西靠边 就把车扣走 好像那个红绿灯 是你们心里面 永远的障碍是不是 对 我们提红绿灯的时候 就要很注意就是说 我们就是 就是一挡 然后拉离合器拉着 有没有含着 然后左边看右边看 到底有没有人 随时要撬头 对对对 有人有奇怪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就加油 有离合器就跑掉 那时候骑车真的是 我觉得那个算是提心 会比较提心掉的 会比较紧张 那还有比如说像回家的时候 我们一般就是骑车 大家学长就有交代说 如果你今天买了重车 回家的时候 你骑完不能直接回家 那现在家里附近 绕大圈绕一绕 确定没有人跟之后 才赶快回家 藏起来 以免被偷 还有人会跟着你的重车 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个 其实听了蛮多力 就是比如说放在一楼车库 因为南部的透天 放一楼车库里面 或是甚至放客厅 然后整台车被搬走 其实听了非常非常多 不过在那个年代 这样子骑车下来 也培养了现在 像现在已经开始开放 对对 大家也有了重车了 其实今天拉出来 这台250 我就觉得很好奇 500cc的也骑了 750也骑了 公升级的你也骑了 为什么现在还有人 想要选择250的车子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说 大家我们对马力的渴望 是没有止境的 所以我们就从 就500 750 1000 那些越大 但是那个年代 其实越大的车 就是1000cc的车 它的车就是比 就是比750的重 也比500的重 对 那我们享受过 那种大马力的加速之后 发现说其实 轻巧的车 其实是比较有乐趣 好辛格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部车 这台是NASR的那个 HONDA的NASR250 是 二行程的部分 那其实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有一个全球唯一的一个晶片 那这个晶片呢就是说 第一个是它可以用不同的 就是它原本有给你三张晶片 那你不同的晶片就有不同的马力输出 第二个就是说 它本来出厂的时候 只有40匹马力 是 那经过晶片的调校 跟一点小改装之后 就可以直接变到75匹将近一倍的马力 那种爽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二行程车独特的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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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排气管的声音 跟那个经过小小改装之后 然后在那个马力 就是在特领转速之后的那个马力爆发力 那个其实是 所有车都没办法有这种感觉的地方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算是它第几代的车款 这是第四代的车款 第四代的车款 对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然后它是用PGM4 就是第四代的那个电脑调校 好 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 这个 其实可以看这边 这个是所谓的 我们英文叫做Pro-Arm 就是所谓的单摇臂 那这个是HONDA 就是本田它为了比赛 所以所做出来的一个设计 单摇臂 好处是什么 就是你在耐力赛的时候 你换轮胎很方便 因为只要车架起来 这个螺丝抽掉拆掉 马上就会换轮胎 那以往的那种 就是双摇臂的 你要对链条什么什么 其实比较复杂 这是比较快的方式 听说这个车 跟刘德华有关系 对 就是那个年代 其实很流行一部片 叫做烈火战车 那时候刘德华就是骑这一部 对 觉得就是这一部 其他的部分这张 我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那它其实有历史意义 就是所谓这个螺丝门配色 那它当年是 就是很有名的车手 比如像那个 就是Gardner 就是卡多纳 跟那时候 还有那个McDuhan 那时候在500cc的赛车里面 就是用的是这个配色 所以后来下方 250cc比赛的时候 它每次用这个配色 这个螺丝门 它是一个香烟厂的配色 螺丝门的配色 对 螺丝门 就是那个时候是 那个年代的一个经典 一个记忆 所以所有人的回忆 就是六年级生的回忆 大概都在这里 它那个时候的造型 就是那个方灯 二行车车最特别的 就是那个排气管的部分 因为排气管的部分 它有一个独特的膨胀式 那改变膨胀式的大小跟角度 就可以改变它的性能 这是所谓 二行车车最迷人的地方 那还有就是那个年代 比较流行的所谓的 那个这种木制型的车架 这个也是非常 就是经典人的造型 因为现在后来其实 那个比如像钢管 像各种车架 其实的形状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复杂 那基本上这个是 那个年代 其实最特别 最具体代表性的东西 不过Singer 你刚刚讲的晶片 我很好奇 你说它有三种规格的晶片 对 它其实有三片 那就是我们说的晴天卡 雨天卡跟竞赛卡 但是一个车它只附一片 它其实附三片 它附三片 对 就是你 比如你今天是晴天 那你就用晴天卡 雨天就用雨天卡 那它的动力 就会有不同的表现 是是是 比如说就是像女朋友 你就是有所谓的 我今天要演艳型 我要可爱型 还是要温柔型 所以透过不同的晶片 你的女朋友 就会变成不同的个性 是是 放到NXR250 对 然后是PGM4第四代 PGM第四代 对 SP就是运动特试版 SP 运动特试版 谢谢Singer 谢谢 谢谢 那么你对这台车 有什么样的印象 说起来很巧 其实自己也有过一部 我拥有的是第一代叫小花爆 是 PGM的第一代 是 那当时它是小方灯 后来现在是变成是大方灯 嘉飞飞飞突然 那个距离好像比较接近一点 已经拉近到你的年代了 所以我在大学刚毕业 也买了一部NXR250 哇 你也买过一部 不过那时候不是已经开放了吗 这种车已经开放了 当然那个时候 五排车突然变得很便宜 所以我们也很好入手 那不过在路上骑非常紧张 所以拥有半年就把它卖掉了 反而开放之后 大家玩五排车 这个警察对于取缔的过程 反而更加严格 非常非常严格 当然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等大家 好 我们先进站广告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再次的请到了我们成大 机研社的资深社员吴梁哲 梁哲 梁哲来跟我们谈谈 在这个被进 中机被进的这段时间 你们当初是怎么样玩车的 实际上我开始接触这种车 应该是从我研究室的时代 对 还是1996 97年这个时候 那当时实际上经济程度还是有限 所以我大概只能从国产的FG150开始玩起 是 那那个时间玩FG150实际上有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 对 所以我就想说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 所以我就加入了程大机研社 那跟着学长们一起玩所谓的挡车 重车 那150没办法满足你了 对 开始要接触更高阶的所谓的重车 出游的时候都骑着400 750的就跑在前面 自然系统员会觉得不行 那怎么办呢 经济能力不许可 怎么办 对 所以当时其实大概就是跟学长们借车 对 学长其实也都很大方 对 同一个社团里面就说那你要去试试看这样子 对 所以或多或少有开始接触了一些重机 相关的一些机程 其实这个重车出去难免会碰到一些 这些所谓的意外 对 那怎么办呢 跟人家借着车子 对 所以通常很多我们第一台重车就是这样子 刚刚已经起出去之后发生意外转导 或者是等等的 之后呢 回来了之后就是签当读书 就是把这台重车买下来 回来就自己买单了 对 不过梁哲随着这个已经开始开放了 重车 你现在也已经有能力拥有红台车了 对 那是不是有在那一段时间被进 被进这个重车的时候 大家心里头还是始终有那么一个遗憾 什么车子我都没有拥有过它 是 没错 好 对我来说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 是 对 真正对重机开始有感觉有印象 其实是从FGR400到挖的开始 对 那个是一台非常有力量 非常漂亮的开车 其实跟这台车非常的接近 好 外形上非常的接近 对 那FGR这个名字 坦白来讲在我的心中 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深 烙印上有深情绪 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影像 即便是我 之后去玩的Ducati Kawasaki之类的动作 我还是对FGR没有把它忘卖 当我有能力开始想说 我要去圆梦的时候 满足以前的梦想的时候 那首先我就问我自己 我想要什么样的车子 对 那第一个一定是FGR 第二个什么样的FGR 好 对 那基本上 我就选了一台YAMAHA 开始做跑车 开始做反赛车的第一台 哇 就是这一台 有它的江湖地位 就是这一台 就是这一台 帮我们介绍一下 YAMAHA 750R 那这一台它有一个别名 叫做OW01 OW01 对 那等于是说 这个O1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市售反赛车的第一台 那它的前身其实就是 巴奈的YZF750 好 对 那拿过两次的巴奈的 是什么意思 听说日本量产只有500台车 对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了 其实前面就具备了非常高度的赛车风柜 对 基本上这个整流道 其实跟巴奈的整流道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除了它有加上为了罚规加上一些大灯 方向灯之类的东西之外 包含这边有一个强制禁气 Rene的一个进气管 那一直连接到这边 那这边是一个空绿箱 好 其实我们先看这两条 这是强制禁气的空气的通道 对 空气通道 那也有人说这个是洗衣馆 哈哈哈 好像那个洗衣机的排水管 但是当时就是很多 有关这种访菜设计都有类似的 都有类似的配合 满直接的 冲压禁键 讓大家覺得滿直接的 我們看到油箱其實造型也不太一樣 油箱部分跟現金的油箱 其實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別 以前的油箱其實是非常大 非常龐大 基本上就是讓你 有一個比較好的加持性 這一台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整個加油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加油的地方 它其實有做了兩個加油桶 它這個是可置換的 為什麼要做兩個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般巴奈賽車 為了快速加油 它必須要有一個進一出的 這樣子的一個加油設備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為了符合巴奈賽車 其實上賽道如果說 你要變成快速加油的話 這邊馬上就換掉 這個換掉就好了 油箱還是可以維持原來的油箱 那這個油箱當然也是鋁合金制的 是 那整台車包含骨架的部分 這個骨架其實也是 YAMAHA非常非常有名的 Delta Box的骨架 對 鋁合金Delta Box的骨架 非常的輕 非常的硬 有關像R1等等的 它現在還是利用 還是用這樣子的骨架 Delta Box一直用到現場 不過聽說這台車 在它很多的技術上面 都是當初YAMAHA熟度採用的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對 沒錯 有哪些東西呢 那包含引擎的部分 它的引擎的部分 是鋁鋼武器門的賽車引擎 然後包含它的軒頭連桿 是鋁合金的軒頭連桿 這個連現在的跑車都不見得有 OK 的一個配備 所以現在一次就到位 對 一次就到位 現在基本上就是 高轉速的防載引擎 是 那再來是它的懸吊的部分 懸吊的部分 懸吊部分很特別的 這個也是日系賽車裡面 日系法輪裡面 第一台直接標配 歐靈時懸吊 好 第一台直接標配 第一台直接標配 歐靈時懸吊的賽車 直到現在它的動作 還是非常的正常 它是非常好 對 效果非常的優秀 OK 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它的排氣器管 是 它的排氣系統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一個 ESUP這樣子的字樣 這個是它的一個Trainmark 那在將近30年前的車技術 排氣系統就有所謂的發門 就有所謂的發門的概念 跟現在的跑車是一樣的 好 對 那也就是說 它基本上它可以兼顧低轉 低中轉的扭力 跟高轉的輸出 可以做更細緻的一條轉 它有一個8位元的電腦 去控制發門的控制 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一個技術 另外我看在車殼的部分 包含它的螺絲的鎖定 我們車身本部分的這些螺絲的鎖定 其實很多都是為了否賽道 沒錯 沒錯 那我這邊才介紹一下 第一個 首先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部分有一個快拆 有快拆的螺絲 那這個也是為了在賽場上 能夠快速跟更換整流罩的一個設備 那包含前軸這邊其實也有一個插銷 對 那這個表示說 當你今天如果鬆開這個螺絲的時候 你也可以很容易的移除 很容易移除你的輪胎 做更換輪胎的動作 前後軸其實都有 類似這樣子的配置 其實在煞車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要做夢的 煞車的部分的話 當時其實就已經原廠配到對峙 對峙的 雙邊對峙的煞車 雙邊對峙 然後是320mm的一個碟盤 對 那這樣子的配置的話 在當時其實已經算是非常非常的夠用 所以這台車大概你在 什麼時候擁有了它 這台車實際上我是 今年 今年初 今年初從日本的飆廠裡面 找到這台車然後把它飆回來 終於實現你的夢想 對 終於找了很久 我大概找出來的車 當然也找了兩年了 對 是沒有很好的車子出現 因為這一台 當時就只有500台 好 非常非常難找 那比賽的比賽 撞壞的撞壞 到現在其實已經剩沒有多少 OK 今天非常謝謝良哲 幫我們介紹他的愛車 謝謝 也希望大家騎重車 都能夠騎出你自己 屬於你自己 擁有你自己的一個好車子 謝謝良哲 謝謝 謝謝 很多朋友從了大學 產生了夢想 到了事業有成的時候 他一定會去完成他的夢想 就像良哲 他一定要買YAMAHA FZR系列車子 他也收集到他這台OW01 不過這台車子 大家這樣說 現在買這樣子無牌車 它會在2016年買進來的 對 今年買進來 對 它這樣子收藏進來 它這個價位 類似這樣子後續的一些 需要做一些什麼樣的手續 相關手續 OK 那以兩者的 這台車子為例子的話 它當時的日本的標售價 是150萬日幣左右 150萬日幣 那後來整個車子完稅 包含半道好 差不多是50萬台幣左右 但是其實現在所有的 例如說不管是新的 新的車子進口 或者是中古車子進口 它其實還是要經過 例如說審驗 例如說像安省 還有跟所有的審驗的過程 它必須都走一遍 所以審驗要驗車跟安省 又有什麼區隔 其實主要我們可以這樣想 如果說我們今天進口一台車子 想要掛牌 它就必須經過所有的驗車的程序 是 包括例如說排氣污染 還有安省 是 還有安全性的部分 所以所有都必須要走過一遍 就是噪音 油耗 排放 以及安省 要做這麼多 要做四大項 這叫驗車 不過就是說有些車輛 其實它的年份已經比較久了 所以基本上大概可以通過安省 但是例如說排氣跟污染往往是過不了的部分 過不了關 但是這邊比較有趣的是 那為什麼還在做安省 那主要是在法令上 如果說進口的車輛 它沒有經過安省 我們在路上騎 即便掛了零食牌 它還是會被 例如說過期之後 它還是會被扣車 但是如果經過了安省之後 至少這個車子 如果是罰款 那至少不會被扣車 那這是最大的差異 保護到這台車的擁有權 對 進行他曾經也是成大基岩社的社長 對不對 那在大專的時候 就經常去接觸像重機這樣的活動 對 實際陸續從事的工作 其實跟機械的部分 也有很多相關 對不對 對 聽說你在 你既然是這個成大基岩社的社長 在大學時代 到底玩過多少次 大學時代大概大型重機車 玩超過30台 30台 嘉飛,他家環境應該是不錯的 沒有 沒有 所以算一台就算10萬 那時候不少錢 那你是怎麼樣玩車的 其實我覺得玩車最有趣的事情 是一般人玩車可能是騎車 那我是把修車、玩車還有賣車 三者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它就變成是一個 可以一直有機會接觸車子的 這樣一個方法 想要用更經濟實惠的方法 來玩車子 對啊 所以說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當時的經驗嗎 我當時就是 因為要學修車 所以就大學的時候就常去混車行 我大學時代大概有一半時間 都在車行裡面度過 就當黑手 所以實際上就是 非常喜歡石座跟修車 那後來之後就想說 那既然有修車 那我們就來玩車 後來就從國產的小車開始玩 玩完之後就想說 那怎麼樣可以賺學費 那因為那時候 大學的時候大概只能 當家教的打工 好 所以我就想說應該可以來 試試看自己修車 自己打自己的工 所以那時候我就常會做一件事 去大學的停車場裡面 去看到車況不好的車 去用貼一些標籤 就考慮要賣車 好的 那現在慶賢自己擁有幾部重車 我現在自己擁有兩部車 一台2000年XJR1300 還有一台是2003年的R1 雖然自己沒有開店 但是聽說家裡面的車庫 也有一個維修間 對不對 對 我自己就是打造自己的夢想車庫 這個在我當時買了房子之後 就已經設計好了 請設計師設計的 除了騎車之外 修車這也是一個樂趣 對啊 這才是徹底的玩車 當然隨著重機已經開始開放了 但是開放這個時期 還是有這麼一些人 他想去玩無牌車 他們怎麼玩的呢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回來再告訴你 歡迎大家去收看型男好生活 我們今天請到了 Norman跟嘉妃貓號 一起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無牌車 在不同時代 大家是怎麼樣來玩無牌車的 好的 我們剛剛分享到 屬於我們這個年代 Norman那個年代 被重車被禁那個時代 大家無牌車是怎麼樣玩的 接下來講說重車開放 是 重車開放還是有這麼一群人 喜歡玩無牌車 那除了像我們剛剛看到 你可以把這個無牌車拉到 像是新竹安家這個場地 封閉式場地 你可以去做自己的一個騎乘練習之外 那還有什麼樣的一個管道 大家可以去來 在這種封閉場地來玩它的無牌車 最經濟的就是到像台灣現在有非常多高卡場 那它其實腹地都滿大 可以大概幫我們介紹台灣 大概哪幾個高卡場 大家比較會去那個地方去做練習 在像桃園中立俊鋒小型賽車場 這邊一些滑胎車就很愛去 那像桃園極限 龍潭這個賽車場 也是滑胎車跟600CC 也會過去做練習 那彰化西湖小型賽車場 這個是目前幾乎是滑胎車的聚集地 這些競技YZ這些競技滑胎車 都在這裡做出沒 那台南安定小型賽車場 一些輕檔 R3 這些車款的一些練習 也都會以這些為主 那高雄台南賽車場就不管是600CC 或300CC的一些仿賽 都有在這邊做練習 當然這種小型的封閉場地 畢竟慢慢慢慢也沒有辦法 符合大家的一個要求 畢竟大家有時候甚至買到仿賽車了 那種等級的車子 它勢必要有一個開闊的場地可以來做 對 那目前最多的就是在屏東大鵬灣賽車場 有這個賽道日的活動 所幸大鵬灣賽車場 是 給大家提供這麼樣的一個環境就好 那在賽道日的部分 我們最擔心 我們發現做過調查 車友們為什麼不敢去賽車場 因為他發現賽車場車速太高了 原因就是因為有一些像老玩家 他們已經很常跑賽道 所以到大直線就一定要破200再騎 可是第一次下場的人 他們會很擔心說 所以大家等級是不一樣的 是 完全不一樣 那等級不一樣 混在同一個賽車場 其實是非常危險 所以分組是很重要 對 分組非常重要 好 那加菲貓像 你們拜賽道日 你們的特色是什麼 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在報名的時候 就有問卷調查 那上面會有它的一個秒數 如果你有參加過賽道日 那你一定有基本的秒數了 那第一它可以分一次組別 那第二就是從你的騎乘經驗 如果你是沒有下過賽道 那可是你在山路上 很常把輪胎用滿 我們做滿胎 那也許你就可以分配到一個 比較中階的組別 那如果說你在馬路上也沒辦法滿胎 那我們強調一個 人人到賽道都有一個平等的使用權利 所以就算你沒有滿胎 你也可以在休閒組 慢慢的騎很過癮 甚至連哈雷都會來參加我們的賽道日 那很多朋友還是不會騎 他要在這邊學習一些經驗 那怎麼辦 那以我們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有非常多加州賽車道學員 已經可以在大鵬灣做出很好的秒數 所以他們會下來擔任所謂的領航員的工作 那領航員在帶領這些第一次下賽道的朋友 可以教他們跑一個好的路線 所謂好的路線就是少煞車 請腳不要太大 然後可以提早補油 那經過領騎的話 可以讓他們更安全 所以前面有個學習的對象 對 其實之所以有賽道日的要求 也是規範大家能夠在 除了封閉場地之外 大家也能夠按到一定的規矩 能夠完成一個最安全的一個騎車的訓練 對 因為其實在賽道上速度非常快 所以如果沒有一個標準的話 其實它的危險性也是滿大的 而且那個封閉場地 不是像我們去溜冰場 雖然也是封閉場去滑溜冰 那人員那個車輛的進出管控也非常重要 對 在這個出發處的管理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有分流 不會所有人擠在賽道上 那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些工作人員可以在 確實在他們準備出發之後 再檢查一下車輛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在賽道日最常撿到的東西 第一名是排氣管 第一名排氣管 然後第二是行車紀錄器 我經常看 我看到你們經常在 即便是賽道日的模式 你們沒有比照我們家賽車的模式 賽事的模式 對 因為其實 還有很多的旗號手在這邊 其實在練習的狀況下 它不比比賽 而且比賽的話 旗號手只要專注在領先集團 或整個車隊的集團 可是在賽道日 所以全部的車手分配在賽道上的時候 危險性其實是每一個彎都有機會發生危險 所以我們必須要每個彎都有賽 這個旗號手去觀測這個狀況 來參與賽道日訓練的朋友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也拿 騎著這個把五排車運到這個地方 來做它的一個訓練 對 大家想要擁有重機 想要擁有很性能的車款 那這些很性能的車通常它不能掛牌 它也許是國外的退役比賽車 也許是國際限量車 好了 剛剛講到了賽道日 除了大家在賽道日上 可以看到這些車子之外 那現在的賽事也相當的多 對 好 現在的賽事相當多 那很多朋友也會選擇開始上賽道比賽 對 因為現在在台灣 比賽當然在大澎灣賽車場 它有這個Sunday Club 這個是假日的一個練習賽 那行手賽的話 其實是任何人只要有考到行手證 很快就可以去參與的比賽 那再來就是到台灣大賽車 那這個級別就比較高了 所以說基本上要進入賽道上面去比賽 你剛剛說要完成一個新手證的招考 是 那他準備的車子呢 車子的要求呢 就是自己你的車 任何的車款都可以下場去做 這個新手證的 這個新手賽的 新手的資格呢 新手資格就是四肢健全 然後有辦法通過考試 這樣子就可以 這邊有測一些秒數還是什麼 在新手證這個階段 然後還不用到測秒數 都還好 就完成基本的訓練嘛 對 完成這個安全的規範的訓練 然後跟賽道禮儀的一個訓練 就可以上場比賽了 現在最流行的 現在其實最夯的 就是台灣大賽車的 對 這個有關於重車組的 這些精彩的賽事 沒錯 我們也來看看像它是在SS600CC組 在這個組別當中 一般大家現在會來參與的車輛 會比較著重在哪些車子 對 那當然在SS600 真的是與國際接軌的賽事 那最常使用的車款 無不愛乎就是 日系四小天王 R6 CBR600 GSSR600 以及Kawasaki ZX6 我發現這個YAMAHA YZF R6 是最大宗的車子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SS600這個賽力 它是不能改凸輪軸 也不能在引擎裡面做太多變更 那R6這一部車是市售車 拉出來馬力最大的 所以它在 你不用 你光引擎本體 就已經比別的車沒有改還快 那在這個先決條件下 你再去做懸吊調整 以及避震器的改裝 它贏得這個比賽的一個技術性 可以降低一點 所以這個難度別人的沒那麼高 好 一般上賽道 像這些 像我們這些好手 像比如說 像是林家豪 江志華 對不對 還有我們女車手彭子軒 對不對 他們基本上騎的這些車子 他們基本上會先選購一個基本的 中古車型的車款 然後再進行做改裝嗎 還是很多人就直接從新車開始入行 在台灣大賽車有幾個做法 第一是 當然最大眾就是買中古車回來做改裝 讓它引擎重新整理 這是一點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也曾經有車隊直接購買全新的有牌車 然後在新車的狀況下做精密組裝 第三點還有可以從國外買這個退役比賽車 像台灣很常就是從日本拉MFJ的退役場所 或從美國AMA拉這個退役R6回來 是 會有這些來源嗎 對 都會有這些來源 那我也相當期待 以後我們車隊在派車手出一比賽的時候 真的能夠找到一個全新的長車 打造出來的事情 對 那其實最近這個台灣跟日本的一些車隊 都有非常有關係 所以也有一些車隊他去訂購這個一年一度 開放給車隊打造廠車用的YEC系列 都有電教他們把這些車引進到台灣 做比賽基礎車 好 到底是什麼樣的車呢 嘉賓貓也幫我們介紹了一款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回來跟大家做分享 好的 這個重車現在已經是開放了 但是還有這麼一群人在玩無牌車 我們剛跟大家介紹的這些人為了上賽道 能夠上賽道能夠去跑 所以說他也希望能夠擁有性能更好的一台車子 那今天嘉賓貓也承諾要幫我們介紹一台好車 是 車主他也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來看看他當初他為什麼想擁有這台車子 就是在大家眼前的這台YAMAHA YEC R6 我們今天很高興為大家請到了這台車的擁有者 也就是他車主蔡明豐先生 小蔡來這邊跟大家做分享 小蔡好 在道路上面騎要顧慮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所以如果在賽道上面騎的話 選擇一台完全不用掛牌的賽道車 比較經濟 那那個步屏的選擇也可以比較多 然後比較不用擔心其他安全上的問題 所以說基本上你現在有兩台車子 是 一台是紅牌掛牌車 一台就可以在賽道上專用的賽道車 是 有一台賽道上面的專用的 Trapback來騎乘的話 我們在改裝步屏的選擇上面 或者說在其他改裝方面都有很多的彈性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台YEC R6 R6在2006年發表的時候 它的造型就非常的潛味 而且在我們看來是非常的凶狠 然後在10年之後 2016年來看還是非常的好看 然後當初它的轉速可以拉到18000轉 以現在的標準來看 它還是非常超高轉速的引擎 即使已經發表了10年 它還是完全沒有落後 對於最初剛開始要上賽道的朋友 做這樣子騎乘的朋友 其實選擇一台日本的 像是這樣的一個賽道專用車 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是 沒有錯 我覺得在零件的取得上面 也可以減省很多時間 比歐洲車來比起來的話 不過這台車的車主是小菜的 絕對不是菜名風的 他叫我在最後一定要特別強調 為什麼呢 因為這台車是偷偷買的 男人都偷偷買過車 但是一定要選擇一個 適合你自己的好車 謝謝小菜 謝謝 謝謝 進行也沒偷偷買過車 有啊 以前買車的時候 都還要不可以讓爸媽媽走 他們會擔心 好 沒錯 我們這個還沒有女朋友的時候 還沒結婚的時候 買車怕爸爸媽媽知道 對 結婚之後又怕老婆知道 就還沒辦法當男人真辛苦 對 這樣子買進來 是不是應該也比較 在稅金的部分 或是後面後續的消費上面也比較平 對 基本上只要付這個 進口的完稅的一個稅金就好了 那再來 因為它去賽道都是用貨車載 所以它不需要有這個掛牌費 然後也不需要驗車 也不需要做這個環保的一個檢測 不過我們今天一下拉出來 YAMAHA YEC R6 那這個車子並不是所有人 你想去買 就能夠擁有的 那另外這個車子 至於它的一些性能呢 它的改裝部品到底有哪些呢 我們還是來看看 我們也請到了立生車隊領隊 幫我們做的說明 一起來看看 我們今天很高興來到立生車隊的大本營 進到大本營 大家首先看到的 就是他們參加台灣大賽車的這兩台 也是台灣大賽車唯一兩台參賽的 Aprilia的賽車 當然在這邊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 義大利車 日本車以及美國車跟英國車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到我們的主角 也是YAMAHA YEC R6這台車子 我們一起去看一看 當然我們今天要讓大家對YAMAHA YEC R6 做一個徹底的了解 我們今天特別來到了立生車隊的大本營 為大家請到了立生車隊的領隊 李立中 小李 來這邊跟我們來做介紹這台車子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小李 是 這個車是不是一般人他都可以買得到 因為我們現在眼前的這台車 它是在日本一年開放一次 必須要有日本MFJ賽道認證的一個車隊 才能夠申購的一個車 所以說要是透過車隊的關係 沒錯 才可以買得到這樣子的一個車 那這個車這樣子YEC R6 它其實包含了哪些不一樣的東西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車子 那車子的部分其實 它就是以我們的YZF R6為一個基礎 是 所以我們叫BASIC 那但是它我們在 敲銷到給我們 可能當車手當練習 或比賽車的時候 它有些東西它是沒有付給我們的 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了 可能方向燈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沒有給的 是 對 好 那我們再往後看 是 它沒有我們所謂的尾燈 好 這個是 它是不是空白的 好 其實它還沒有 其實來的時候是沒有付椅子的 是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單座蓋 是不是我們另外加上去的 另外加的 另外加的 甚至連我們的大排架 它其實原來是沒有付的 是 是 我們剛剛講說既然上賽道 賽車 是 不過也有一點嘗試 賽車通常都沒有這個大燈 對不對 這問題非常好 其實我們剛主來的時候很訝異 就是Racing Base 為什麼會有大燈呢 其實它是因為它是 這個是整個頭罩的結構體 是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大燈沒有上去的話 我們的頭罩 就沒有把固定在我們的車台上了 它基本上這樣子它就可以騎上賽道了 可以 那要再做進一步的性能提升 我看到那邊有一堆的附件在這邊 這個好料了 是補品 大補品 我不是講說有一堆在這邊 我們這個大補品 對 這個是YEC的改裝套件 是 因為我們這台車是日本YEC 好 它其實就是一個YAMAHA的一個改裝廠 是 它所生產的 跟YAMAHA配合了一台 對 YZF-R6 那我們買這台車的時候 除了我們掃了一些原廠配件之外 它的大補品在之後 全取代了YEC Racing CU 就是我們檢車的電腦 電腦 它所要能夠我們接到電腦上面的程式 好 這個叫轉義器 我們跟電腦連接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這個全車線組 整個線組都要再換掉 全車線組全部簡化了 因為我們沒有登的任何的一個 是 多餘的這個線組 Racing Basic它基本上是可以上 已經可以上賽道了 沒錯 那就車主來講 它應該還會要做一些相關的 比如說外觀或安全方面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改裝嗎 我們上賽道第一個 我們要簡化車上的配備 簡化配備 好 簡化配備是第一個 很簡單 我們猜除了嘛 好 當然Racing Basic已經幫我們 拆除了一些東西 是 再來我會建議 我們把原廠這些昂貴的這些車殼 好 我們可以把它換成副廠殼 或者是競賽用的三片式車殼 如果不小心的轉檔 是 那我們損耗 我們的荷包少花一點 成分剪到最低 沒錯 再來就是我們維護賽道安全 碎片少一點 在安全的部分 還有沒有什麼要再強化一下呢 安全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一台車 就是我們要上賽道 我們缺少了一個東西 叫做防甩頭 防甩頭 它是架在我們的車身跟我們的龍頭 真的一個扭力油壓感 然後吸收我們車身跟龍頭 這些扭動 再來我們要預防車子 因為小心轉倒的時候 是 產生了一些損害 但是損害我們不是要保護我們的車殼 所以主要是要保護我們的引擎本體 為什麼 因為這些裡面 它會有一些我們引擎用的機油 如果我們轉倒了 沒有保護性的東西 機油殘留在賽道 第一個造成別人的危險 再來駕駛騎士 就是沒辦法再繼續使用它的車了 YEC的改裝套件 是 如果說這些像它的電腦 這個整車配線 再改裝到這個車上面之後 對於這個車整體的性能的提升 會是更新的 這問題非常好 以YZF-R6來講 它的基本的馬力值大概在123P左右 是 那如果說我們上了整組的YEC的這個電腦套件 是 這個基本上可以增加10%的馬力 最少 10% 對 所以說而且透過那個電腦 這個車主啊 不管車隊啊 它可以做比較精細的一些調整 數據的收集 當然它擁有一台能夠上賽道的專用車 對於一般在道路上面 大家騎乘覺得速度已經不能滿足你的朋友來講 它或許會是你第二台車子的一個最好的選擇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力聲車隊的領隊小李 為我們做一個詳細的一個介紹 謝謝小李 謝謝您 這台YAMAHA YEC R6 是 大概這樣子車子進來 辦到好 完稅的話大概是多少個價錢 就我知道小菜他們的這次打完稅 已經大概在42萬 就可以用我這部車 42萬左右 對那如果說以一台全新顆領牌的R6 價格大概在62萬 這42萬還包含了它的YEC電腦 以及YEC改裝的這個線組 那這一套這些YEC化的一些設備 電子化設備 如果自己去買就要十幾萬了 上賽道難免有發生了一些轉導感 其實這些換上負品的這些損耗件 其實對他來講 它後續的一些開銷會比較經濟實惠 對 會比較經濟實惠 而且也比較放心去 對 想要做單圈速度幹嘛 如果說騎了一台Ducati上去的話 大概隨便一下動輒就不上前 光車殼來講的話 原廠車殼滑出去 兩三萬起跳 雷一下十萬 從這個五排車靜止的年代 我們看到那些老前輩 你看我們自己 大家是非常辛苦地在體會 所以不管是有排不管是無排 大家一定要慎選你騎車的場地 自己的騎乘技術有沒有經過訓練 這個都是要特別注意到 自己的安全防護有沒有注意到 安全的駕駛 要給自己一個安全駕駛的一個觀念 沒錯 這樣才是長長久久的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Norman 謝謝加菲貓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來談談無排車的樂趣 也希望大家能夠騎出你自己的重車樂趣 再會 中火車 reactions 我們需要忍衝 你朋友 Know 剛才 Sie 北斗 去 本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